这陶三是徐敬业的部下 这倒颇耐人寻味啊 大人 灌主 曾大人求见 请他进来 是 大人 我出去一下 去吧 大人 曾太啊 卑职听闻大人走访秦花冠 竟然发生了命案 是啊 花将陶三被刺物所害 怎么会这样 曾太啊 你可曾见过刺物 大人 刺物行似针灸所用之针 但卑职从未见过此等类型的衣针哪 历代以来钢材都是西贵金属 想我朝国运长盛 自灌钢法实行以来 钢材的产量是大为提升 然目前的钢材仍限于武器的制造 其他行业的使用有严格的限制 所以这悬钢针还不是依据 而是武器 曾太啊 你不觉得 这与我们昔日碰到的武影针 好有一笔吗 武影针 哦 我想起来了 昔日立将军曾经提起过 但卑职没有在意 大人 难道这就是武影针 这倒不一定 哦 你再来看看陶三手臂上的刺青 这陶三竟然是徐敬业的救部 哦 曾太啊 你对江州的旧事还不陌生吗 大人明鉴 卑职也是来此上任之后 在官方的过程中 听旧人们说起过 哦 原来如此 曾太啊 烟下寻找太子行事微破 江州暗局又迷雾重重 我此次带天寻寻便已行事 微破案计 在太子有下落之前 我要暂行接管江州的一切军政调 你不会觉得不妥吗 卑职齐敢 为钦差大人君命世尊 那就好 从现在开始 你的一切行动都要向我汇报 需得到我的许可 另行进尺 你听明白了吗 卑职遵命 另外 既然武作已经验尸完毕 就尽快卓人将陶三入土安葬了 好的 大人 贫道斗胆 还请将此事交与七侠吧 套三老无所欲又命丧此地 要是不好生安葬的话 我心中不安呢 难得贯主如此慈悲 那就有劳了 是 大人 您看这个 这是哪里来的 大人 您跟我来 好 走 李将军 这柴房已荒废许久 平日闲有人来 难道还古怪了不成 确实有古怪 因为刚刚就在这里 失踪了一个大活人 大活人 什么人 是一个扫地的老妇人 月房 您仔细地说说 大人 您可在 去禅房验尸的时候 路上碰到一个手持扫把的驼背老妇人 哦 我想起来了 那个老太还撞了你 对 就是这不经意的一撞 让我发现 这个老妇人 虽然形态消瘦 可是身形步伐却异常稳重 绝非泛泛之辈 非泛之启出只是觉得不太对劲 非泛之启出只是觉得不太对劲 可是后来 却越想越一斗丛生 于是 就及时请示了大人 在武座验尸的时候 暗中出去调查 我出去行 去吧 打扰一下 请问有没有看见一位驼背老妇 在那儿 对 不 不管啊 别 什么 说 等卑職跟进这柴房 老妇却不见了 不过卑職却注意到 他留下的这把扫帚 看来这陶三确实是被无影针所杀 如果不借助这扫帚发射的外力 能将如此细小的针头 透骨射入脑髓 我还真有点怀疑 不过现在一切都弱和腹结了 如此精巧的刺杀 观主 这老玉揪戏何人 禀大人 此老玉在几个月前晕倒在青花灌潜 我看他行色消瘦 神志不清 可怜他收留于此 做些洒扫的活计 平日里他也寡言安分的 没想到他居然身怀绝技 而且还行刺杀人 这是我的失察 还望大人明断哪 好 大人 何边发现面具 将青花灌继续搜查 不许落下一丝线索 是 走 我们去看看 走快 大人请看 大人 金铲独鞘 原来那个老妇竟是乔庄改办的 既是乔庄而成 恐怕一时就不好寻找和专门 不过那个柴房倒是有些意思 大人 鹰公子求见 鹰儿 他来干什么 鹰公子这一向可好啊 小人不知大人正在办案 冒昧讨扰 还望大人喊喊 狄某本是同属下一同来观看 写情花的真相 没想到庆域命案 乃是培育情花的老花将陶三 被人用暗器毙命 刚才小人一听几位道姑言说 其实 我今天来找大人 是有一物要呈给大人 此事 是关于写情花的 哦 确实何物啊 小人平日喜欢搜集些古玩奇珍 那日碰巧逃得此物 翻越后觉得其内容蹊跷 虽看似天风夜谭 但各种描述甚是逼真 小人不便多说 大人看了自然理会 鹰公子走南闯北 见识颇广 不知对这桩命案有何看法呀 大人谬赞了 行断之事小人不敢问津 不过这自然之法则 小人倒是略有耳闻 不知当说不当说 既然是自然之法 说又何法 按世间常理 天下草木各无波种 是不会开花的 这秦花自随灭之后 便消失于江州 如今突然复发 小人以为 绝不可能是凭空而来 按公子这么说 这秦花 应该是有人事先埋了种子 所谓复发 不过是一场误会 或者说是骗局 小人可没这么说 我只是叙述 自然之理罢了 宁公子何不以真身 与狄某说话呢 大人此言何意 如果狄某所猜不错 公子并非本地之人 更非大洲之人 你的老家 应该在海的那边 大人果然不负神探之名 什么神探啊 虚传的美誉罢了 李某不过是寻究线索 了然真相而已 当日你我在花船相遇 我便有些感觉 而你又特地给了我这本画册 这画册作画的技法 十分的独特 当时诗出国飞鸟时代的画风 人物造型着笔虽轻 但线条有力 所绘人物的衣贯服饰 也与我大洲有所差异 是才公子谈及案情 又刻意暗示花种之事 李某一经了然 自然要给你个说话的机会 大人英明 小人本想试探大人 不料如此之快 就被大人识破了 那你我之间不妨爽快一些 公子到底是何人能告诉我吗 实不相瞒 我的真实身份 乃是师出国派出的赴唐使 池也同 半年前 我们寿命带着国宝七剑 前来参见我 不料半途却遭遇海难 登 let me 十二 救命 我 Drop 救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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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救命 我手中那是什么 将破保七十剑 救命啊 救命啊 千再人在 天皇人往 大天 等我兄弟 借戴人籃 借王人王 传之沉默 我与几名同伴 靠着漂浮的船板 才得以幸存 不料登岸之后 却遭遇另一名同伴 戏穿青夜的背叛 还杀死了所有同伴 抢走了国宝七支剑 我虽侥幸逃脱 但因为丢失国宝 无法证明身份 我只好隐姓埋名 潜伏于江州 暗中大探戏穿青夜 与国宝七支剑的下落 此事发生已有半年之久 至今 依然音讯全无 可这与情花 有何关系呢 大人有所不知 我们赴唐使 此次前来 除了要奉献七支剑 给武皇之外 还带来了情花种 当年情花自随而灭 情花种 却在师出岛被留了下来 只是 情花种和国宝七支剑 都被戏穿给抢走了 今春的江州情花复发 我料想 定与它有很大的关系 于是一直在暗中调查 也确实发现一些端倪 直到太子失踪 大人前来 小人素闻大人神机妙算 这才将情花的线索 暗自传递给大人 希望能借助大人之力 找到西川 寻回国宝 献给武皇 了却使命 也就是说 那日在沈婆家中 与原方交手的黑衣人 就是你 正是 当日我无意寻得 沈婆的线索 然而等我赶到的时候 沈婆却已自枪于家中 我料想大人很快就会赶到 所以便利用沈婆的血迹 和她的尸体摆出了道字 暗指 与情花冠有关 按你所说 这一切 都与那西川青叶有关 没错 只要大人盯死了情花冠 我就不难找到西川的下落 只是 西川武艺高强 今日桃三之死 极有可能是他所为 他这么做 一定是为了掩藏 什么巨大的秘密 至于他为何残杀同胞 抢走国宝 笑人百思不得其解 还望借出大人之力 解开这巨大的谜团 公子不必客气 狄猫已经了然 不过 现在还要 殷公子 正是一件事情 大人请讲 殷公子 桂体可有纹身哪 请殷公子放心 此案事关两国 狄某定当全力追查 防患于魏南 只是我们还要先搞清楚 这秦华妇荣的来龙去吧 看来 该动用这位灌柱七侠了 来人呐 在 将灌柱七侠给我拿下 是 大人 七侠所犯何事 为何要拿我 大人 正是何意啊 为何拿你 你自己不知道吗 一花皆木满天祸主 你帮助演出了这么一起轰动的闹剧 居然还嫁冲无辜 不知所犯何罪 我且问你 那妇荣的情花 真的是从枯萎的隋煮老根上抽发出来的吗 大人 情花妇荣 众无魁魁 昭然而见 至于什么原因 又谁会去细问呢 大人如此一问 七侠自然是不知了 这就对了 于是当真有人要细想细究的时候 花将陶三却死于非命 而那位行刺的朗玉 又是唯你所养的 这些事情你怎么解释 七侠 还不把实情赶快告诉大人 否则 不但你这情花罐保不住 就连你这相上人头也要搬家了 大人 七侠若道出实情 能获得大人从轻发落吗 多一份实情 少一份罪孽 你自己看着办吧 在情花妇荣与世上 七侠确实有所隐瞒 不过老玉行刺 刺杀陶三 并非我指使的 陶三之死荣厚在意 先说情花一案 你都隐瞒了些什么 情花妇荣 并非源于枯萎的随忠 而是源于半年前 有一年轻人送来的花竹 与人此次前来 正是想把此宝赠五万人 当时他告诉我这是稀有花种 如果能养出花来 定会吸引香火 洪获倒灌 我当时想要是能够恢复 情花冠的盛况 那我也算是积功德了 于是就派陶三 前来培养 等到花种发芽的时候 陶三才告诉我这是情花 我当时还窃喜 心想这虽然不是随诸 但也是在情花冠重现了 于是你就假戏真做 把真相隐瞒了起来 只怪贫道贪图虚柔 却不料竟招来了如此祸害 至于那扫地的老玉 当初却系我好心收留 妻下若有半字假话 必遭天谴 还请大人明察 那送花种的年轻人 现在何处 那年轻人送来花种后 就离去了 我再也没有见到过他 观主 那你可还曾记得 那个年轻人长什么模样 他身高约五尺左右 面容和善 理由没性言 虽然是个男子 但是长得精致俊俏 加之谈吐不俗 所以贫道才信了他的话 大人 这七侠贯主 在江州乐善好时 为秦花冠的修复与繁荣 亲近心力 在香客眼中信誉颇高 卑职一枚 他的话还是可信的 好吧 本官今天暂且放了你 但是你要如实回答我的问题 听明白了吗 七侠明白 你这罐中一共有多少人啊 道元一共十二人 火夫车夫还有杂役 一共六人 除了那名老狱 其他的人都可靠吗 他们都随我多年 七侠知根知底 殿下杀死陶三的凶手尚未擒货 来送花中的遗犯也带调查 因此今日之事不要向我声张 您能做到吗 大人 但请放心 怎么 殷公子还有什么话要说吗 大人 在下想请大人看下刚才那本画册 大人 此画册来自师出国 大人已经知道 但是这其中的内容 还需阴漫为大人诠释一二 大人请看这里 这里讲的正是师出国民间巫师 如何培育血色情花的过程 其描述令人不寒而栗 大人再看这段 去静城童女写一生 于六九霜雪出荣之夜 赴以曼陀罗子 鸡血藤 不骨指 各三浅 雄阁界一头 封于离水古陶瓮中 身觉七尺沙岩 藏于地下 即洞庭精华四十九日方刻 每日于月上中天之际 透惯情根 似贝蕾出蒙 以扶桑赤吉里子熏腾 则情花含蕴杏林 使见血色 啊 血水 那浇花糊 住嘴 修得狐言 大人 本来以为这些巫蛊之言 不可当真 以免误传祸众 但是江州城内近来屡出事端 太子失踪 花船命案 今日又死了一个花匠 这一切 皆因这血情花而起 在下相信 大人的智慧 定能明辨是非 波云渐日 故而 才决定将此画策 成于大人 我 远方啊 我记得你初探情花之时 跟我说过 说这情花 好像有血腥之气 大人 卑职相信 这血腥之气 是来自花下的土壤 所以 为洞悉其中蹊跷 请大人允许挖掘 给我挖 大人 万万不可 青花难得再献 如果现在绝根的话 恐怕是要灭种 难以再养活呀 这样 就会成为绝唱了呀 是啊 大人 此事还需慎重啊 此花 虽有蹊跷 但毕竟已被圣上赤锋 现在 它可不是什么荒猪野辉 而是当朝的韩国夫人 贸然开绝 恐怕有些不妥啊 谁说我要将青花 绝根灭种了 我只是要开挖 这青花下面的土壤 再者说 这些青花 真是祥瑞也就罢了 如今七霞灌主 也说所谓的祥瑞 不过是个天大的骗局 围绕这个骗局 江州地面 竟连发血案 有人失踪 有人被杀 更为严重的是 连当今的太子 也受到了牵连 这难道不足以证明 这邪色情花 是地地道道的凶兆吗 这 这卑职倒是没想过 曾太啊 你身为刺史 欲暗不查 竟又与一个以讹诈请的什么封号 孤兮于比 难道不觉得愚蠢可笑吗 亏你还随我多年 如今官当的大路 怎么会越发的糊涂呢 来啊 给我挖 来啊 慌什么 难道是见鬼了 不是鬼 死人 地下没有死人 继续吧 是 是 大人 这里还有 也是一具尸体 大人 这里也有 大人 这里还有一具 是两具 大人 尸体全部挖出 共八具 军免女性 快传五座 是 大人 大人 这八具女士年纪尚浅 莫非就是前段时间失踪的八名少女 相消欲允免作臣 实在是可惜了 吾宿 有什么发现吗 禀大人 尸体的腐败均有其规律 首先是 首先是各个脏器的软化 液化 直至消失 其后是毛发 指甲脱落 最后 就只剩下一副骨骼 成为白骨化 这些尸体 其腐败的程度来讲 碑指认为 死亡时间 大概在四个月左右 他们的身体 并没有明显的伤 但从表情上来看 非常明显 死前都受到了很大的惊吓 至于具体的死因 需要运回府衙 待进一步勘验之后 方能得知 好 大人 这是李三女儿香囊上的图案 这绣帕和失踪的时间 现在全都对上了 岳鹏啊 稍后通知八户人家 让他们前来认识吧 七侠观众 此这等情形 你还有什么要解释的吗 大人 请赐七侠死罪 青花树下 苍失八局 虽然七侠毫不知情 但是他们命丧此利 七侠罪咎难辞 再说 这百年古叉 由于我的疏忽 变成了罗刹道场 七侠本当赎罪 但求一死 大人 七侠观众实属无辜 观众与此清修多年 从不与人结怨 定是有人图谋栽造 请大人明察 若是大人一定要赐死 我的愿意替观众领罪 不 大人 今日一罪 与其他道中无关 我是本贯观众 应由我一人承担 唯有遗愿 还望大人成群 起来说吧 谢大人 大人 请花冠设长百余年 仰赖世代道中 精心维护 维护至今 实属不易呀 我实在不忍看到 这百年道场 毁于一旦 还望大人 切莫声掌今日之事 免得百姓知道之后 以为道场不详 而扣诸首毁 再者出家之人 也需要有个落脚之处 还望大人 给这些无辜的道众 留有一片 前修的净土 大人 今日秦花冠出世 卑职亦有责任 只是这秦花刚被赤锋 便被曝出如此害人的丑事 实在犹如朝廷的清语 坊间留名不明真相 定会认为圣上糊涂 居然不变真假 赤锋凶化 一旦被有意之人推波助澜 造谣生事 说圣上本意就是助纣为虐 这岂不更糟 所以 恕卑职斗胆 为今之计 还请大人少安勿躁 在未能查明真相之前 还需谨慎为上啊 曾泰 你可知罪 身为江州百姓的父母 顽忽懈怠 八名少女离奇失踪 你漫不经心 并未全力追查 而今 他们冤死花下 你居然还威严耸听 居以息事宁人 难道 你还想以此来要挟朝廷吗 卑职不敢 卑职所言都是为朝廷之大忌 还请大人明察 望大人顾全大局 待查明真相 抓获真凶 再还公道与百姓不耻啊 曾泰 你是在这儿跟我装糊涂吗 卑职岂敢 届时 卑职一定要赴京请罪 任凭大人处置 只是此案迷雾重重 疑斗尚多 且波及甚广 至于如何处置 向大人深谋远虑 卑职刚才实在是情急多严了 还请大人参思 大人 大人 曾大人所言不无道理 向太子失踪尚无着落 眼下又爆出情花八尸案 整个江州却有些疑云压城 力气充斥的味道 大人 不管凶手有何阴谋 没有十足把握 我们的确不宜打草惊蛇 我自有道理 你起来吧 谢大人 曾台啊 苏卓人将这八具尸体运回府衙 让武座再行厌看 今日之事 暂且压下 卑职遵命 七侠观主 你这情花观 暂时要封闭 对外就说 要休憩罢了 案件未破之前 灌内所有的道士杂役 不许离开江州半部 气侠遵命 殷公子 这八具尸体 你有什么看法 大人 尸骇尚未检验 在下也不便忘断 只是 此事若真乃西川所为 在下实在深感痛心 他叛国侍卿也就罢了 如今竟然做出这种大逆不道 禽兽不如的事情 乃是我师出国的耻辱 只恨我始终没有找到他 将他绳之以法 这令贵国无辜少女 做了花下冤魂 英漫深感遗憾 殷公子不必过于自责 无论凶手是谁 百姓都不能白死 天下万事 都比不过人命之重 弟某不会放过任何一个草菅人命的歹徒 更不能辜负黎民百姓的信任 此乃为人之本 亦是为官之道 大人圣明 请允许在下诸大人以弊之力 早日抓住真凶 告慰死者 好 你终于来了 陶三之死可是你所为 没错 陶三把血倒进了水壶 依图向敌人结构秘 看来他早有二致 他已经发现了血清化的秘密 可是你的人贸然行动 差点使我暴露身份 要不是敌人结受到刑事的牵制 今晚我就见不到你了 再说 陶三一向是非常忠诚的 这点我比你清楚 难道你认为 他对我不忠了吗 我不管他是故意的还是无辜的 总之 导致我们计划泄露的行为 都可以视为不忠 所以他必须得死 可他毕竟是我的人 你不管怎样 也该事先告诉我一声吧 是 这次行动 确实有些冒险 但是 行尸所迫 根本没法向你预报啊 敌人结可不是好惹的 七侠 成大事者不举小节 眼看大事将成 我们岂能因为一个花家 而遗误了全局吗 八巨女尸竟被敌人结提前发信 岂不是乱了我们的节奏 女尸本就是棋子 既然已经报名了 恰好可以提前推进计划 你我寄图大事 这点风波 不足为惧 可我信赖的朋友 丧失了性命 但结果呢 却暴露更多 你又作何解释呢 七侠 现在你我头上都选着一把剑 说不定什么时候就会掉下来 你不应该为此等小事做新兴之谈 别忘了 我们都有共同的目标 我们谁都不允许失败 而且 到目前为止 我们的合作 天衣无缝 想不到敌人结 真是太难控制了 近日洪散变息 稳锁未稳 令人胆寒 以后我们行动 还须慎重 关主 你放心 我们所做的一切 都会抢在他前面 此番他虽得手 此番他虽得手 但是 我们所做的一切 我们正好可以另用此事 将其陷入敲钟 他不就身败凝联吗 你别忘了 齐普 还攥在我们的手上 好 大人 你们两个怎么还没睡啊 您都没睡 我们怎能去睡啊 大人 夜已深了 您也该休息一下了 百姓含冤被杀 凶手逍遥法外 我怎么能睡得着呢 大人为国为民劳心 原方却不能为您解忧 实在惭愧 大人 数倍之冒昧 您是不是因为 离八句女诗 而烦恼啊 方才我细细地翻阅了 英漫城上的这本画册 倒是有些发现 你们看看 这上面记载着 师出国巫师 如何用人血 培养血情花的过程 首先是祭司 再将少女捆绑 逼其服下赤血单独 待少女五脏拒破而死之后 埋于花下 以骨血养花 大人 今日发现那八名女尸 确实和这画上 有几分相似啊 如果真是这样的话 灌注七侠 必有重大嫌疑 那些人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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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茜茜